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 他在运作的过程 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他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觉察自己很清楚 我们也可以了解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的觉悟的经验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来修行 也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佛陀的一个设身跟心理的操作的原理 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只是差别在于佛陀 他真的有觉悟 他会发问 他会观察 然后他会真正的去实践 去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没办法观察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习以为常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我们不愿意花脑筋 我们不愿意把他 这个世间 把他当作一个探讨的对象 真实的去观察他 要把我们的这个苦 要把他当作来一个 真正要研究的对象 我们如果觉得说我碰到困难 我们只知道苦 我们只知道哭 我们只知道很难过 然后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说 有什么方法让我不要难过 那也许我们去伤害别人 那我们就以为是这样的话 我很快乐 我就不会难过 那实际上这个不是根本的道理 不是这样的方法 而是说 我们要去探讨到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 我是不是我自己本身太执着 那我应该把我这个执着拿掉 那就没有贪爱 所以佛陀呢 他就是从这样子根本 所以才会说 他呢把烦恼欲望毁灭 就是他没有执着 我们自己的贪爱 如果我们有贪爱 那我贪的对象贪不到 我当然就痛苦了 可是我们看不到 我真正痛苦的原因 是我的那个贪爱 而不是因为我贪不到东西 那一般的人 如果他只是觉得说 他的痛苦是贪不到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增长 他的贪求的心 而要去贪求对象 而不是反观说 我应该把我那个贪爱的源头去除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这些乱象 社会的不安 实际上也都是在于说 我们只看到外面 我想要的我就要 那我心里要不到我会痛苦 所以我要满足我的痛苦 我就去伤害别人 实际上这样子他也得不到快乐 他只是满足了他的那个 当时的贪爱的那样子的一种欲望 可是欲望也没办法满足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 就是冷静一下 然后我们观察自己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贪求的心 我们把它减低了 那可能我们的心也会比较安定一点 那也许我们也就不会一直老是向外求 那越来我们的心就越安定了 所以从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这种例子 佛陀他就在开悟的时候都会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那当然这个是佛陀的慈悲 那也是事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秉持的基础都跟佛陀一样的话 就差在于我们要不要也像佛陀一样来观察 要跟佛陀一样来修行 来证悟 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正好也就是佛陀自己本身 他把他自己的这一些的证悟呢 就是呈现给我一切的人来看待 就是佛陀是这么修行的 所以对照这个故事集里面 题目就是以佛陀的赞美词 也就是说在佛陀的修行证悟啊 那对于整个的佛陀的这样的一个事迹 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称作佛陀的赞美词 那实际上里面呢 所谈的也就是佛陀他家庭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 他开始去修行的这一些的过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提到他是这个静范王的儿子 那他的母亲的摩耶夫人 就是生了他 就过七天了就往生了 所以他是由他的姨母 耶稣陀罗扶养长大了 可是他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呢 他就是为了要就是去探讨这个人生的真实的现象啊 所以呢 他就离开了他非常的这种享受的这种皇宫的生活啊 所以就这个骑着白马就出城 出家去修行 那出家以后呢 他就经历了这个六年的苦恨 那这里面呢 他也包括呢 他当时就是在恒河的附近 就去参访当时的这个印度 有一些这种修瑜伽的啦 或者修苦恨的啦 这些老师啊 因为印度呢 这个民主啊 他是一个非常重视 这种静坐瑜伽的这个民主 因为在印度他的环境非常的特殊 就是白天冷日啊 然后晚上呢 气温他可能会下降到 就是很冷啊 就是十度以下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啊 这个人呢 他一定要修炼一种特殊的能力啊 所以在印度很早以前呢 在这个这种考古学的这种发掘啊 就发现了印度很早 就是几千年前呢 就有这种这种泥的印章啊 他就刻着有这种瑜伽寺在打坐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形象 那就表示说印度民族呢 他们很早就知道有这种静坐修行的方法 那佛陀当时呢 他是差地利 差地利主就是等于他是国王 那当时的宗教是属于婆罗门教 所以呢 是有宗教师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所搭配的故事呢 也就是佛陀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内容呢 比较多呢 那我们就要等待下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 就把佛陀的一个 他的一生就是着重在于他修行的重点 那我们来介绍 那我们现在呢 先就我们刚刚的这个法剧的学习 也了解到说 我们应该对生命要有一些这种观察 那要发起这个疑问 而能够达到说 我们真正能够解脱烦恼 那能够断轮回 而能够让我们的心 能够真的震到这样子 灭盘寂静的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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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5月7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逢农历初一 5月1号 5月30号 15 5月15号 时间下午2点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采直播方式 共睦福恩 加入分会 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接会回向 庆祝佛诞节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 《御佛功德经》 《佛仪教三经》 及《佛前大供》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 5月6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御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仪教三经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 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